哈喽,大家好 草鱼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呢? 今天分享草鱼的不同做法 奥尔良焖鱼 香辣入味肉质细嫩非常的下饭 现在我们一起去做吧 买回来的鱼处理干净就开始腌了 放少许盐 生抽和少许老抽 加点料酒 再来一大勺奥尔良腌料 一起给它拌匀 这个鱼我们是用清水泡过一下的 所以这个鱼肉就泡得比较白 它的血水全都泡出来了 准备半个洋葱给它切成厚丝 然后再来一小节大葱斜刀切 把它们放进鱼碗中 然后再来几片姜片 一起给它抓匀 腌制半个小时 这样也能有效地去腥味 家里还有一把海鲜菇 我们也给它洗好垫底 小伙伴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垫底的食材 最好选择菇类或者是魔芋 准备起锅烧油 热锅倒油 油热之后倒入小米椒和蒜瓣一起炒香 然后再加入一勺干辣椒炒出红油 这里我们就不用豆瓣酱了 因为豆瓣酱比较咸 这个鱼腌了半个小时了也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一点洋葱垫底 洋葱铺好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海鲜菇铺在上面 给它铺好 再把鱼块铺到最上面 然后再把刚才盐鱼 剩下的料和酱汁一起给它铺在鱼上面 这样就可以了 再加入没过海鲜菇的清水 就可以转大火开始焖煮了 盖上锅盖煮开之后 然后再焖煮10分钟 全程大火 开饭楼啊 好香呀 奥尔良腌料口味比较重 所以就不需要格外的再放其他的调料了 来一点大葱 再来一点小葱增加颜值 提升香味 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的焖鱼就已经做好了 喜欢家常美食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哦 我会每天更新美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